暖熱到起床 桃園民眾一早6點多就被熱醒 好端端電器突然通通自己關閉 原來是又發生停電了 新北林口以及桃園龜山 5號上午6點05分 因為地下電纜故障 導致超過6000戶發生停電 台電人員緊急搶救 7點半全數恢復供電 只是4號晚間11點多 桃園大園區以及中壢區 才有2700多戶沒電可用 端端不到7小時 桃園又停電也引起民怨 民眾在網路上發問 最近兩天台電各地是在搞什麼 網友開酸又是哪隻小動物出來負責 還有人在地方臉書社團留言 全台灣就桃園一直停電 到底有沒有市長桃園犯太歲嗎 根據台電統計 4月中旬以來 桃園發生多起事故停電 其中7件為架空線路 以及地下電纜故障屬於設備因素 由6件受到蛇害 以害及鳥類影響導致 另外4件則為樹木倒塌壓損 或碰觸線路所引起 加上5月4號及5號 總計共發生19起停電 台電表示近期停電後 短時間內就恢復供電 如果是缺電所導致 是無法經由搶修快速復電的 另外會加速桃園地區 潰線自動化建置 並全面盤點配電設備的 線路配置以及人員支援機制 希望能穩定供電 只是半個月以來 就發生將近20起停電 面臨夏季用電高峰 也讓民眾憂心忡忡 台電視頻文章雲傑黃聖傑台灣長報導